早晨,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姑 今次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好,唐牛,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天的焦点是看看 能否守到上周的低位 17,900点 因为大家都怕一穿的话 就说下17,000点了 大家买把气吧 暂时黑期来说就穿了 不过待会队员盘 我们会再跟大家跟进 再提提大家 待会9点15分 内地会公布最新的LPR的调整 市场预期是会下调的 我们都会和大家密切跟进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导致轻微反弹 资本市场优惹中国经济的风险 同时担心利率持续处于高水平 导致低开后一度跌211点 其后转升 收市升25点 报34,500点 标指跌不足1点 报4,369点 纳指向下跌26点收市 报13,290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跌超过3% 欧洲股市亦要下跌 英、法德三大指数都是向下 看看焦点美股 苹果是靠稳的 Amazon和Meta都是向下 Tesla一度跌3% 收市跌幅收窄到1.7% 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NVIDIA 上星期五一度跌3% 收市跌不足1%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望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要向下 腾讯星期五跌2% ADR再比本港低1% 截合321.8% 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美团 星期五港股失手130元 ADR再比本港收市低1% 截合127.9% 匯控比本港收市略高 截合58.99% 比亚迪星期五跌3% ADR再比本港收市低2% 去到220元边缘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景平均指数早段升224点 到31,675点 首二终合指数升19点 到2,524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向下跌7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104点 跌幅0.9%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跌80点 恒指到17,800点左右的水平 好 跟唐侯谈谈谈的外围情况 今个星期市场焦点 都会放在Jackson Hole会议 星期四开始召开 一年三天 这是全球央行的行长年会 星期五联储局主席威威尔 会有公开讲话 看看会不会对通胀 还有未来的息口走势 有一些新的看法或者说法 其实看到市场方面 上个星期 那个十年期债息就进一步攀升 高位到4.3厘以上 就是07年以来的最高 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 计算也要跌超过2% 纳指和标指是连跌三个星期的 是去年12月以来 其实是最长的连跌周数 现在美股也确立进入了一个调整 你觉得这个调整是会去到什么水平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我想现在是调整的 那暂时尤其是上个星期 突然间就偏映了 我们也要加息了 还有在数据上也告诉大家 那些物价好像有一点回涌的迹象 所以令到大家都会对息口的敏感度提升 你见债息都夹了上去 我想其实也挺难猜的 你说究竟何时才有支持性 那看看你何时转口风 但是手头上的数据告诉你 似乎是还未成功的 我想可能要 是否等到下个月的新的数据出来 可能那些通胀数字再降溫 那我想就会好些了 还有我想现在也有一点借势调整 就是说真的 始终你说高位 高位 难得都夹到这么高 那当然借这些消息 当然先撒下去 等了这么久的调整 还有我想最近业绩期 就是突然间会有些差的业绩出来的时候 一堆堆理两成 那原来你拖低到其他 可能你说科技股的 sentiment 都比较差的时候 那就令到调整会比较深一点 所以这一段时间 其实很多人都问 几千买苹果几千买Tesla 就是个人都问的 我知道的 我也是维持这个说法 首先第一件事 你不会买到低位 它要不停跌 你随时要做蟹的 吃得咸鱼抵得可 还有要有这个预期 对 你有一个预期 你不要想着 我一定买到低位的 220元很便宜的Tesla 我说炸穿200元都可以 所以你一定有个预期 还有你预计要分几注买 你不可以说一注就搞定 说真的美股有得分注 你说港股就说这个入场费 那个入场费贵 你美股一股股买的 你九九八十一注都应该可以 所以我觉得 预计要分注做操作 还有第三件事 我觉得你有信念 对于美股 很多人都说贵 大祸 爆煲等等 去到最后就是创新高 所以你要有个信念 其实美股一定会创新高 你有这个信念 你拿着它就觉得OK 因为其实有时候股市相对 是 你看着港股 唉 真的不想捱 但是大哥 你又下去 你想想 你港股恒生指数 是 你八月头都说了2万点 是 现在八月下旬 是 下回17字头 是 你说你还有什么信心可以做到 但是你反观美股的 它真的 就算是回员都能抽到上来 你相信这个股东西的话 那其实你逢下来也是可以买的 但是你要holding power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去 我想这个就是 就是我想操作美股和操作港股 不同的地方 嗯 操作上你刚才的建议 都会建议大家可以 即使现在开始买 都会分断买 是 就是用一个平均成本法的方法去处理 但是你说如果调整未完 你会不会建议大家现在开淡仓 淡仓我自己就不会这样做 是 因为你 当然你做对冲 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 因为始终你有货在手 你又不想沽货 那我想你做淡仓 就是做对冲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 只淡仓的话 就是一个这么强的股市 嗯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突然又夹来一夹 是 你也知道很烦的 你以为突然夹来一夹 是言论数据 全部都左右了 是的 始终你的趋势还是向上 只不过在中间有个调整的话 而且你又好像已经被人迟了 现在真的确定了下来的时候 是 那究竟你去到这些位置 究竟那个 potential再跌下去有多少呢 我就 都有一些少 不知道怎么猜 所以我自己就 没有什么特别去做淡仓 而且我之前有做过 真的可以夹到你死 是 所以我就不太会建议 或者我自己不会这么做 是 好 那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听听唐牛怎么看 港股后市的看法 好 恒生指数 上星期五收市失手万八点 上星期五低开117点 早短一度到升九点 下午曾经跌390点 收市跌375点 跌幅超过2% 收报17950点 创了去年11月28日以来 收市最低 科指跌150点 跌幅3.6% 收市报407点 国企指数跌145点 跌幅2.3% 收报6146点 大市全日成交1063亿 看看北水盘劳 北水淨流入一天后 又再转为淨流出 金额419000万 主要估出ETF为主 中海油有4.6000万 北水淨流入 腾讯有3.3亿 中国平安有2.9亿 盈富基金有48.9亿 北水淨流出 恒生国子ETF有28.4亿 南方恒生科技ETF有9.4亿 北水淨流出 各个股方面 理想最多北水淨流出 金额有2.2亿 中国移动有3千万 看看港股方面的消息 上星期五有一个消息 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和中证监上星期五召开电视会议 指示金融机构要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以及金融部门统筹协调金融支持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根据人民银行的声明 出席会议的也包括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国人秀等主要负责人 互心交易所也有派员出席 内地财新周刊引述消息人士说到 未来一至两个星期有关部门计划 宣布容许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 总额达到1万5千亿元人民币 计划涉及12个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 包括天津和贵州等地 高盛就发报告说到 要解决内房债务和销售不振等问题 政府可能为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注入额外资金 另外一线城市年内预料会下调房贷利率 降低首付比例的要求 并取消购买和转售的限制 如果上述这些基本措施仍然无法阻止楼价下跌 中央可能需要介入直接购买房地产为楼价托底 另外上星期五收市后 中证监也公布了减交易收费 暂时未有提到引发削的问题 中证监上星期五出手楼市 直到上海深圳和北京三个证券交易所 在今月28日再次降低证券交易的经手费 并且要求证券公司降低经纪业务的用金 将政策效果传导到广大的投资者 我们先讲讲第一个电视会议 能不能够为当前的内房问题买时间 刚才的政策牵涉到中央指导银行去救地方债 和内房 你认为三样东西 就是大市内房和内银内险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第一件事是买时间 怎样都可以买到 就是你要出手 我想将那个问题 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 但是可以大家都觉得有机会解决的时候 我想大家可能说沽的时候 都会忍受一点点 是不是有机会打上去才沽 你说对于大市内房内隐内险那些 你够就够内房 按道理对内房就怎样都有好处 但是当然你说股价上面是否真的可以反映到 我想怎样都会打弹吧 就是希望你都跌了这么久 反而我觉得是令到他们 就是希望不用破产那样东西 可能在旧债市方面 应该会比较 力度会强 所以可能你说债市那边反弹 是会强劲过股价 股价真的都很难去打 因为说真的他现在怕破产而已 所以变得债市那边比较重要一点 但是你说至于内隐内险 我想尤其是内隐 我想就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很多东西都说 是不是要内隐帮忙 埋单 或者要加大个信贷等等 说真的 银行不借给内隐 他们要计算一下风险 计算好风险不借的 那就合理了 但现在不是说 帮一下手 救一救 大家都一家人 是不是合理 一家人当然要救的 是不是 变成你内隐那些 就怎样都要 就是可能要退低一点 那条底线 可能这些原本不借的 现在都要借了 变成在信贷的水平上面 我想怎样都有机会会降低了 究竟降低了之后 会不会日后影响他的盈利 或者他的派息 这个大家会害怕的 所以变得其实也不是近期的事 你看到内隐都弱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是在害怕这件事出现 所以都是那句 你没有什么的 你都不会特别买内银 按道理 就是收息的话 我这么说 我不会买内银 买一买九四日 对不对 就是本人持有九四日 另外你说内险的 就是当然了 你说持有很多内房债 如果这一刻足够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 但是我想就是那样东西 是不是即时能够救 你不是的 所以变成了都会受压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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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